大家好 欢迎收看追星看TV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播一半被强制下架的五大烂剧 每部都在侮辱观众智商 建议看过三部以上的去西西眼镜 五 天机之白蛇传说 这部剧由杨子和人家伦主演 上线期间话题讨论度和播放量惊人 可惜播出十天就被举报下架 且至今上架无望 被举报的原因是辱佛 极剧中的奇消伐海和小青有感情限 这就有点冤枉了 毕竟剧中的奇消一开始只是学道 并没有出家 且一直都在拒绝小青的嗜好 两人也并未在一起 剧组为了防止有人不满 特意把伐海改成了奇消 可还是没逃过悲剧举报的命运 可能在某些观众眼里 神佛不能有七情六欲吧 中途被下架还有一个原因 是欢瑞攻关不到位 人家伦的另一部剧《大唐荣耀》也是拨到一半被下了 虽然后期整改后再次上线 可热度早已大不如前 四 风神演绎 这部剧阵容还是很强大的 由我进 王立坤 于何伟 还有我那糊涂的前夫哥主演 下架的主要原因 是这部剧偏离了风神榜的主题 讲的是打几何二狼神的故事 当你觉得剧情够离谱的时候 更离谱的出现了 打几何二狼神的爱情中竟然出现了第三人 也就是女版的笑天犬 小鹅 这和大众认知里的神话体系出现了严重偏差 就像韩国翻拍的西游记把唐僧改成了女人 还和孙悟空谈起了恋爱一样让人无语 随着吐槽的人越来越多 最终只能停波下架 三 东八区的先生们 全剧贯穿着恶心的大男子主义 台词随处透露者于符合下作 动不动出现一些恶俗镜头 将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 发挥得淋漓尽致 剧中四个男主权被安上了完美人设 还将自己油腻的烈焰行为定义成为国中光 剧播时 超96%的剧粉给出了一星 成功荣获口碑最差的影视作品 并被网友亲切称呼西八区的东西们 编剧家主演的张翰 也被定在了游王之王的宝座上 因为价值观严重错位 还没播完就被强制下架 二 雷霆战将 央视点名批评的一部烂剧 如果说亮剑三打仗时 喊的是二营长 你TN的意大利炮呢 雷霆喊的就是二营长 你TN的意大利发烂呢 这部剧中的演员们男的全输着雷打不动的油头 你的穿着高跟紧身裙 一个午餐肉吃出了牛排的感觉 战友打仗 他在营地喝咖啡 战友命悬一线 他在抽雪茄耍帅 男主听着外面的炮火声 来了剧像不像过年 这不纯纯拿中国过去的苦难当笑话吗 现在的演员 真是为了前什么烂剧都敢接啊 雷霆战将导演发长文回应网友这一部分 看完回应 一声叹息 觉得导演至今还是没有想明白 为什么这次大家反应会这么大 抗日神剧多了去了 为啥盯着雷霆战将不放 其实 大家最介意的 倒不是那些奇奇怪怪的细节 而是这部电视剧描述战争的态度 雷霆战将海报 来源 网络 自近代以来 中国饱受战争之苦 生灵涂炭山河破碎 好不容易派来了和平岁月 曾经采访过许多经历过战争年代 甚至亲身参与战争的先辈 不论他们如何描述那段岁月 最后都会说上一句 战争真的太残酷了 千万要珍惜和平 希望永远不要再经历那些事情 但在雷霆战将中 战争就仿佛只是一个为这部青春偶像片服务的道具 当看到主人公脱下军装露出雪白的衬衫 抽出战刀立于阵前 摆出一副舍我骑谁的豪迈姿态 大呼跟我冲然后子弹都绕着他走的样子 很难相信导演居然将战争归结为一个帅子 堪称奢华的八度军指挥部 剧中场景妆容造型精致 即将冲锋时 还要叼着雪茄 精致的妆容 帅气的脸庞 一丝不乱的发型 酷炫的动作造型 这不是战争 这是小朋友过家家 网友热评 战争是泥泞肮脏 是枪林弹雨 是血流成河 是家破人亡 我们先被昔日的对手 施亚洲最恐怖的战争机器 武器装备战术素养都远在我们之上 在他们面前别说耍帅 就连坚守不退都要付出极为惨烈的代价 这样的战争 是我们民族最痛苦的回忆 1937年9月 阿陆军在平行关阻挡日军攻势 首次集中较大兵力 对日军进行一次成功伏击战 取得平行关大捷 图为八路军 115师战士在平行关公路两侧伏击日军 图片来源新华社 再看看那些抗战军人的老照片 基本都是灰头土脸 破衣烂衫 装备简陋 但他们坚毅 果敢 乐观的神态 依旧可以穿越时光直抵灵魂 令人肃然起敬 为了结束战争 他们付出了一切 为的就是能让我们能够过上漂亮体面的生活 而以娱乐消遣的态度来描绘这段历史 是对他们的不敬 更重要的是 如果年轻人在看了这样的电视剧后 得出一个打仗很帅很酷很好玩的结论时 我们将要如何去和他们解释 这一切不是这样的 一 新红楼梦 新版红楼梦为什么口碑这样差 皆因这几个方面太失败 当年 李绍红导演 耗资两亿元人民币打造的豪华版红楼梦已经播出 立即收获了观众朋友们潮水一般的批评和质疑 这个版本的红楼梦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 都远远比不上87版的红楼梦 下面我们就来细细的数一下 看看这个版本的红楼梦最失败的地方有哪些 一 选决失败 当年王福林导演拍摄《红楼梦》对选角要求只有一个原则 那就是必须符合援助 王福林导演派出多个选角小组 从全国各地寻找《红楼梦》中人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会不会演戏 只要你的形象 气质符合《红楼梦》中某个人物形象 那么你就是我们的演员了 雪莱也先不急着演戏 有专门的《红楼梦》专家 学着给雪莱的演员讲课 培训 从里到外 而这些演员打造成真正的《红楼梦》中人 所以 我们在87版《红楼梦》中看到的待遇 宝玉 宝钗等人才一个个活灵活现 好像从书中走出来一样 而李绍红版的《红楼梦》选角很奇怪 演员的外形 气质和原著相差太多 根本不符合我们对《红楼梦》人物的想象 陈小旭扮演的林妹妹柔弱 可爱 浑身的诗人气质 而新版讲梦杰扮演的林妹妹过于圆润 使而露出一副傻像 憨憨呆呆的 一点没有灵气 扮演宝钗的李青道是轻瘦得很 不知道导演怎么想的 胖黛玉 受宝钗 宝玉倒还可以 年龄上也和小说原著里差不多 不过 这个宝玉太机灵了一些 上窜下跳的 像猴子惊世的 而且她的年龄一看就比讲梦杰的黛玉小 却为这黛玉一口一个妹妹的叫 真是叫人替她尴尬 说起来 还是87版欧阳奋墙的宝玉经典 欧阳的宝玉 是痴情 帅气 贵气的豪门公子 新版的宝玉和欧阳比实在是差得远呢 还有新版的贾母也一点也不像贾母 这个版本的贾母尖嘴猴腮的样子 阴森森的一笑 总让我想起天书旗坛中的老狐妖 一点不像87版的贾母那样慈祥 有亲和力 摇底扮演的王熙凤 身披大花被单子 摇头晃脑 哈哈大笑 一点也没有凤姐的样子 倒像一个妖艳的媒婆 其他角色也是缺点多多 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 讨厌的鹅庄 新版《红楼梦》的造型 失参照昆曲演员的造型 给《红楼梦》里面的贵族女子 每人贴了一脑麻儿的片子 李大导演的解释是 为了使观众区分出主则和奴才 于是 我们就从电视里面 看到了这个上至99 瞎到汪汇走的剧中 各位金差们全都顶着 令我们抓狂的鹅庄了 但是 这个鹅庄在戏曲表演里面是好的 在电视剧里面可就不合适了 我们看电视的时候 往往会有一种代入感 喜欢那种生活气息 可是 这片子一天 可就把观众推远了 使观众产生了疏离感 三 大量的旁白 新版《红楼梦》里面大量的 大段的旁白真是让人分分钟出戏 简直是对观众的骚扰 而且这个旁白因为太长 很多时候画面转换了 旁白还没完 结果导致了音画不同步 这就累死人了 又得看画面 又得去听旁白 脑子里还得记着刚刚的 那的能和旁白队上好的画面 哎呀 看个电视而已 要不要这么折腾人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追星看TV 敬请关注哦 敬请关注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